她明明可以靠着家庭背景一步登天 却偏偏要从跑龙套做起 节目中林家川本想安慰江沛瑶 怕什么 没什么可怕 一定要问自己怕什么 你怕那个东西 是不是你可以真的失去了 结果却被江沛瑶一句话戳中泪电 我害怕的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你说的我心里难过你知道吗 别认可不得我 你不要老活 别认可到时候 我就不得死 大家都觉得她哽咽得太快 以至于有些好消失 却没人发现她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原来林家川的父亲是金牌编剧林和平 曾担任山楂树之恋小姨多贺 等多部知名影视作品的编剧 不仅是国家一级作家 还曾获得过飞天奖 林家川本可以靠着父亲的资源坐享其成 但她却甘愿从龙套开始做起 林家川直言从出生起 自己就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卑 或许她一直都在寻求父亲的认同 林家川出生时父亲林和平还在文化馆工作 也许是在父亲的熏陶下 他从小就对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他走了很远的路才得以 以演员的身份和我们相见 小时候林家川就有着严重的口吃 甚至一度无法正常流利地完整说出一句话 父亲为了纠正他的口吃也是下了很多功夫 每天陪着他练习 耐心地教他发音 教他如何控制自己的嘴型 在长期坚持的锻炼下 林家川的口吃不仅逐渐消失 且说话吐字清晰又有逻辑 这样的改变也让林家川对自己的演员梦信心大增 他不想依赖着父亲的光环 希望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他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考试 并且成功考上 此刻的他已经开始幻想 自己日后飞黄腾打的样子 但踏入班级的那一刻 却让他被狠狠泼了一盆冷水 他的同班同学竟是如今家喻户晓的演员 张宋文 周玉为 车晓 董轩等等 看着眼前一个比一个帅 一个比一个美的同学 林家川备受打击 对自己的外形条件瞬间失去了信心 就在林家川毕业的那年 他的父亲林和平也来到了北京 与一家影视公司开展合作担任编剧 作为父亲当然想帮一把刚毕业的儿子 但林家川坚持要从龙套做起 开始了自己的北漂之路 因为长相一般 他演不了霸道总裁或者偶像剧 只能在家庭剧和年代剧里出演小配角 然而正是这一个个小角色的磨练 让林家川这块金字发了光 无论是笑着活下去里的陆军 还是丁大命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3年狂飙在全网爆火 而唐小龙一角也终于让 演了20多年熟脸配角的林家川脱颖而出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唐疯狂的渐身渐脂 只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浅红的滋味 从市场小混混到为弟弟啃下所有 从初遇时的唯唯诺诺 到后来走路带风的刀割 无疑都是对他演技的最大肯定 林家川在剧里让人站立 但是他写下的文字全异常细腻 沙青文字里他说02年的夏天 他还在跟张宋文当场级执行导演 20年过去了 他跟宋文老师开始拍狂飙 在收官这天他体会到了一种失重感 这种失重源于他第一次体会到浅红一把的感受 他说很高兴大家能看到我 但我也知道对于一个普通演员来说 这种喜欢犹如潮水 汹涌而来又会穿纸缝而走 但随后他又马上回归了自己的平常生活 他写下 我们依然是20多年老虎坛旁边的年轻人 表演是我们的热爱 曲线救国岌岌无名都甘之如矣 红不红犹如历史与宇宙 有时只是一种偶然 如此游刃有余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的文学素养怎么可能会低 在此之前他是乡村剧的常客 但此后他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实力派 我们慢慢往下看